嗨,大家好,我是CLEC的播报员 今天一位朋友分享真实发生在母亲家族房地产的故事 事件,大约在2007年2008年时 我母亲娘家因为分家所以卖了台北市的老公寓 当时卖价是600万 这两天我上网好奇查了一下 现在的价格大约是1500万 是涨了1.5倍,没错 可是当年NASDAQ100的指数到今天是涨了10倍 当年我母亲分到的钱给我创业 虽然赚了比10倍还多 但是这中间经历的运气 贵人相助,个人能力,辛苦,危险,三天三夜说不完 回头想想若是自己的小孩没有这样的运气或能力 还是教育他们指数基金比较好 事件二,我母亲家族另外有一块土地,当年没分掉 就是这块土地恰恰印证了James老师说的 到老了没有现金流,只有房地产的悲哀 我舅舅因为退休了 没钱现在想卖掉这块地 但是这块地虽然未处当地精华地段 但因为土地太小 见弊率问题,有行无事,难以脱手 还不要说我是晚辈 现在每隔几年我就要去帮忙除草 砍树枝,处理别人丢进去的垃圾 投资指数基金,不用除草,不用砍树 不用清垃圾,不用看地点 跟上全人类发展的脚步,没有国界地点限制 不用运气,不用个人能力,不用贵人帮助 只要有信念和毅力 相信人类,相信科技,相信美国 分享给各位,谢谢 感谢文正的分享,真的是过来人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James感谢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分享